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分享谈天收益第七十单元 那第七十单元主要来跟大家分享有样学样的鲁慧公 我们刚刚第一段跟大家分享鲁慧公的一些事迹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礼乐崩坏周四衰微 那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其实有关于鲁慧公的一些记载 主要是建立史记的鲁国世家 以及《春秋左四传》还有《春秋公阳传》这些书里面 那在《春秋》里面 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春秋》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相信 所谓《易经不挂》这样的一个预测未来的方法的时代 但是鲁慧公显然似乎不太相信这一套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 根据《史记》鲁慧公四家的记载 他说鲁慧公文秦国这个见世上帝 就是鲁国鲁慧公听说了秦文公居然是祭司上帝 亦遣太宰让于舟就跑到舟朝去 去问舟平王可以用交帝之礼 交帝之礼是祭天之礼 那当然这个平王就不允许了 那慧公就说了 这是根据《史记》的记载 如周公《史记》的记载 他说慧公说慧公约吾祖周公有大殉劳于王室 我的祖先周公对周的王室有非常大的殉劳 那礼乐也是吾祖所作 就礼乐也是吾祖所作 那我是他的子孙 我用一下又有什么妨害 而且我用又不会损害你的威名 何况你又不能够禁止秦文公不祭祀上帝 又怎么能够禁止我祭祀上帝呢 所以这个就是鲁慧公给周平王的答复 所以周平王当然是莫可奈何 因为当时国之大事在世与荣 所以当时周朝里面是国家的大事情 什么叫大事呢 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祭祀 第二是兵士 也就是征伐出兵讨伐国家 所以他说国之大事在世与荣 上帝就是负责这件大事的人 那在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在专序黑帝专序他断绝的天地之路 之后他就把乌跟死分开 所以能够上达天庭的只剩下国君一人 只剩下周天子一人 所以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跟上帝说话 其他人是没有资格跟上帝说话的 结果现在秦伦宫想直接跟上帝说话 然后这个鲁慧宫有样 学样也要想跟上帝说话 那你们都想跟上帝说话 都想跟上帝说话 那要我周天子何用呢 所以呢周天子当然就非常不开心了 自古以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跟上帝讲话 你凭什么跟上帝讲话呢 你凭什么跟上帝讲话呢 不过秦伦宫是说了 因为上帝派人来找我 叫我跟他讲话啊 但是呢这个鲁慧宫就没有讲 鲁慧宫并没有做个梦了 梦见上帝派人叫他去讲话 所以他的鲁慧宫上帝也没有同意你啊 所以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鲁慧宫啊 其实是一个蛮不信邪的国君啊 在非常不相信鬼神这一套 果然他在未来四十六年当中啊 师父好像也都没有找到 他记载了他有过祭祀祖先 或者是补卦的事迹都没有 那么长久的一个国君啊 居然没有补过半个卦被记录下来 那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村区作为鲁慧宫 他们去研究鲁慧之后呢 呃发现了引申出一套思想 呃这个思想啊叫做第一个尊舟 尊舟就尊从舟事啊 这是第一个思想 第二是不扰民 也就是鲁慧宫的 村区的记载就不扰民 就是老百姓过老百姓的国君过国君的 基本上是不要侵扰人民 不要让人民觉得不舒服 所以第二个原则叫不扰民 第三个原则叫君上臣下 国君呢是高高在向 臣子呢就是在下面的君上臣下 第四呢 第四个原则是反侵略 也就是任何人只要是侵扰其他国家的话 就必须群起而攻之 所以呢这是反侵略 这是第四个原则 第五个原则是拒鲁倾下 也就是呢要追随鲁国的脚步 倾下 要对华夏民族 同属华夏民族呢 你要亲亲相爱 不属于华夏民族呢 你就必须要怎样 要捍卫自己 所以呢这是有人呢 去研究村区的这个鲁史 发现了有这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尊舟 第二个原则是不扰民 第三个原则是君上臣下 第四个原则是反侵略 第五个原则是拒鲁倾下 但是这五大原则呢 这五大原则全部被鲁慧公破坏了 鲁慧公不尊重 鲁慧公呢 扰民 鲁慧公呢 君上臣下 他老兄呢 不认为他是在国君之下 反侵略 鲁慧公呢 却不去打 外敌 可是呢 却专门打自己人 鲁慧公拒鲁倾下 对华夏民族不好 所以呢这个鲁慧公呢 这五件事情都没有做到 所以呢 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村有 像这个董仲书啦 杜玉啦 紫夏 紫夏是孔子的弟子 这个公羊传 据说是紫夏口寿 紫夏口寿 那对这些 春秋的这些 列国的这些 传记呢 都非常有贡献 他们有一个原则啦 就是对内 对内 大恶慧小恶书 就是对内的时候呢 如果有大了过错了 就不要说啦 不要说啦 以免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引善养恶啦 如果有小恶就说一下 说一下 那对于外面的话 大恶就要说 小恶也要说 所以他们自有一套 书法的逻辑啦 书法的逻辑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春秋或者是 鲁史里面呢 完全找不到鲁慧公啊 这个补卦济世皇帝的这样一个例子啊 确实是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 所以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鲁慧公不信邪啦 鲁慧公不信邪啦 鲁慧公不信邪啦 我们刚刚提到呢 鲁慧公下葬的时候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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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平王啦 一直不愿意把 呃 祭典 祭礼啊 把这个周王室所颁布的包养令 发下来 周王室所颁布的包养令 就两匹嘛 还有这个五匹的这个卷 五匹的卷 一直都不愿意花下来 一直到鲁慧公下葬的时候呢 下葬以后呢 他才把这个葬礼 还有包养令 花下来 但是这时候呢 啊鲁慧公老早就入土为安的 而他花下来的时候 他居然故意弄错 说这个殿仪啦 是给谁呢 是给鲁慧公 还有给他的太太 种植使用的 但是种植其实没有死 所以当时作为国君的鲁颖公啦 就非常不爽快 想了岂有此理 你怎么对我的后母 种植还有对我的父亲 这么样的不礼貌呢 但是呢 这个鲁颖公也无可奈何 对周平王的这个不礼貌 也是无可奈何 但心里呢 却是非常不爽快 非常不爽快 但是呢 报仇继位来的 这个周平王过了几年之后 周平王也死掉了 周平王死掉之后 当时因为周王室呢 除了没有兵之外 还有给您啦 没有钱 国库空虚 国库空虚 所以周平王去世之后呢 周王室呢 就发函给各个国家 要各个国家呢 要他的属国呢 每天每个人都贡献一点点的心力 然后好来办这个周平王的上市 也就是周平王要至上的时候 没有钱啦 没有钱 所以发了一个公文啊 给这个他分红的这些诸佛 请他们多多少少捐献一点 让周平王能够很礼貌的下葬 但是呢 所有国家呢 都已经 已经表示心力了 唯一没有表现心力的是谁呢 是卢隐公 所以卢隐公收到呢 这个周平王死了之后呢 居然还要 还来跟我要钱 所以卢隐公呢 就视而不见 就视而不见 所以呢就 也不送店里给他 不问不问 好像没这件事一样 所以呢 这个 当然周王室就更加火大了 更加火大 所以卢隐公呢 他虽然是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国君 但是他也有脾气啦 也就是你对我父亲不敬啦 你现在你老兄挂掉了 然后要送点店里去了 我理都不理你 理都不理你 所以所以呢 他觉得是周平王恶搞了他的父亲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周平王死掉了 所以他要恶搞周平王 所以呢周平王去世以后 当然周王室呢 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想说你鲁王居然这样子 那种样的小鸡渡场 这么一点点想说你都记恨在心里 显然你不把我周王室 放在眼里 放在眼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时候开始 周王室呢 跟鲁国的仇呢 就结得非常的深 非常的深 那这因为各位都知道了 这个周朝的治理作业了 周朝的中法制度了 周朝的封建制度了 通通都是由周公旦所制作了 但是呢 却由周公旦的孙子 的孙子 他的后代的子孙呢 这个亲手破坏了 这个制度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中法制度 履约制度 可能是 非常重要的 就好像这个国家里面 如果没有法规制度 这个家庭之内 如果没有法规制度 那不是都乱了套了吗 所以呢 因为乱了套的关系 所以呢 在当时的就引起很大的纷争 也就是说鲁国可以呢 我为什么 不可以 那所以呢 夏商周三代的理业制度 一直到了东周时代 一直到鲁慧公 他这个监阅 他祭祀上帝 这件事情 加上他纳志语的儿子的老婆 为妃为后 同时呢 把他生下的孩子 立为国王 那这件事情呢 就变得 好像是 非常的不堪 非常的不堪 所以呢 东周列国寺呢 就标示的这件事情 就说了 李悦崩坏 李悦崩坏 在东周列国寺里头 他写了一段话 他说自古王侯李树 玄 自古王侯李树 一定要按照李树来 从来没有听说过 诸侯国 可以祭天 从来没有听说过 诸侯国可以祭天 可以祭天 那诸侯国可以祭天 从秦鲁开始 从秦龙宫祭天 秦龙宫祭天本来就算小事 因为秦国在当时无足轻重 结果当时东方大国 当时鲁国 可比齐国要强很多 他有可能成为 第一个春秋的霸主 所以呢 鲁国居然也这样做 那鲁国这样做的话 大家都纷纷这样做 所以呢 这个天下就变得 大乱 就变得大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余月崩坏 大概是从 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时候开始 所以这些事情 当然是从秦龙宫开始 我们刚刚讲秦龙宫 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 他利用迷信 利用梦见上帝 梦见这个梦见那个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但是也是他做梦做的 所以呢 这个 卓平王 也就无可奈何 想着那就算了 人家是做梦的 这个祖先告诉他 我们也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呢 秦龙宫 如果从策略上讲的话 秦龙宫是用了非常好的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春秋战国时代 是一个相对的 比较保守 比较封建 那相对的 比较相信 这样的一个 迷信的一个社会 所以他用这种 做个梦 补个卦 来去做那些事情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应该的 但是呢 鲁慧公呢 则不然 鲁慧公是想做就做 我才不管你呢 他也既不补卦 也不做个梦 也不做个梦 如果鲁慧公也跟周平王讲说 我也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 梦见周公跟我讲啦 因为他的祖先是周公了 我的祖先周公跟我讲 我可以如何如何 说不定周平王就 认了这个账 那周王室呢 就不会因此 分分离析了 分分离析 但是 鲁慧公却不愿这样干 那周平王也不愿 忍下这一口力气 也不愿忍下 这口力气 所以呢 春秋时代 我们可以这么讲 礼乐崩坏 英格讲解 不是从秦隆公开始 而是从鲁国开始 那鲁国根据 鲁史史记 还有春秋的记载 这个鲁国的 这个礼乐崩坏 跟女生有很大关系 也就是 这个 这个薄秦这一系的鲁国的国王啦 每一个国王呢 他都有一个 喜欢女人的这种 特性 喜欢女人的特性 那本来是周成王认为周公有大殉劳与天下 有大殉劳与天下 所以命鲁公可以世世代代代 用周天子的礼仪来祭祀周公 但是呢 他的周公的后代 书读的 好像不是太好 而且对于先祖所 先祖周公所定下的制度 也是一知半解 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周公到 从周公一直到了 到了鲁晦公的时代 除了周公 还有薄秦 比较 算是会读书的 国王之外 其他国王好像 就没有 特别会读书啦 也就对中华制度 就是并没有 因为世家 富家子弟嘛 富家子弟 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呢 祭天这个仪式 非常繁琐 非常繁琐 所以天子呢 一直认为 因为非常繁琐 所以才能够作为 跟上帝 沟通的工具 可是因为祭天的仪式 非常繁琐 如果国君呢 当入于其他的事情的话 鲁国国君呢 对这个 幻如绝 幻如绝 听说呢 就非常讨厌 非常讨厌的原因 有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鲁国国君 通常会沉迷以九色 沉迷以九色 那在春秋时代 鲁国国君 兼过了14个国君 包括鲁孝公 鲁慧公 鲁隐公 鲁桓公 鲁壮公 鲁敏公 鲁西公 鲁文公 鲁轩公 鲁成公 然后鲁昭公 鲁定公 总共有14个国君 在这个长达300年到400年 将近400年历史当中 在这14个国君当中 有五位国君 有这个丑闻 有什么丑闻 跟女子有关的丑闻 被记录下来 被记录下来 例如说包括第1位 这个鲁隐公 鲁隐公 就是他的太太 他的老婆 被他的父亲抢去了 就种子 那变成他的后母 这是第1个 就是说鲁隐公 他也发生了 然后第2位鲁桓公 鲁桓公是鲁隐公的弟弟 鲁隐公的弟弟 然后鲁桓公的 生了好几个儿子 鲁桓公的 这个老婆 鲁桓公娶的老婆 跟他的妻嫁 这个有染 也就是 他的太太 爱上了他自己的哥哥 所以有一次 这鲁桓公带太太回娘家去的时候呢 居然看到他太太跟他的哥哥在房间做那个不可告人之事 所以当然鲁桓公就非常生气了 所以第2个 就是有男女的 这个 不明义的事情 鲁桓公 这是第2件 第3件是鲁庄公 那鲁庄公的老婆呢 鲁庄公老婆跟他的弟弟 庆父 也有这种坚情 也有坚情 那第4位是鲁文公 鲁文公是老婆跟叔叔有坚情 那第5位是鲁庄公 这妻子跟大臣有外遇 所以呢在鲁国的国君当中呢 有将近三分之一 他都 有这种 有这些情色事件 那即使没有情色事件 这些国君也好不到哪里去 例如说我们讲一件事 我们讲一件事 孔子是鲁国人 那孔子呢在鲁庄公的时代 鲁庄公的时代 曾经做了好几年的太宅 做了好几年的太宅 那据说呢 孔子呢 孔子呢 他 在 在礼记里面 在礼记里面 记载了一句话 他说啊 这个 帝自贯而亡者 吾不欲观礼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 帝呢 就是一个 祭天的仪式 因为鲁国有一个仪式 五年祭天一次 就好像我们台湾有人做酒一样 就五年要祭天一次 那鲁定公呢 已经轮到了五年要祭天了 已经有五年要祭天了 但是要祭天这一年 碰巧了 齐国呢 送了 一个女子乐团给他了 长得非常漂亮 妖嬌 这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送给了鲁定公 那歌唱得非常好 舞跳得非常好 所以鲁定公呢 每天呢 就不上朝了 就看这女子唱歌跳舞 非常快乐 所以孔子呢 就跟鲁定公讲 说我们要进行这个 交递 交递 就是要进行祭天 这五年一次的祭天 鲁定公就说 好啦好啦你去办就好 你去办就好 到了祭天那一年 祭天那个日子到了 所以呢 孔子呢 就去鲁定公 发现鲁定公更在 正在跟这个祁国送给他的这个女子 在那里调笑 在那里调笑 所以好不容易 鲁定公总算 走到了祭坛 走到祭坛之后 他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酒 灌在地上 把酒灌在地上 等于是 过去祭天的时候 他有个仪式 就是 就说像我们现在 祭祀祖先一样 就是要把 把这个酒 他撒在地上 表示孝敬天地 这意思是如此 所以这个仪式现在还在有 鲁定公呢 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一边做这件事情 一边眼睛瞧着 他那个女子乐团 瞧着那女子乐团 所以孔子看得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所以仪式结束之后 孔子就说了 他说 从现在开始 鲁国的祭祀 我就不再看了 我就不再看了 所以孔子这一年 在史书上记载 他已经五十六岁 他已经五十六岁 那鲁定公 他就持官退隐 那鲁定公 当然要行事 挽留他一下 那鲁定公就是 请孔子 说孔子啊孔子啊 你这那么伟大的人 那么 那么重要的人 为什么不来做 大司寇呢 那孔子就说了 就说 他说因为你祭祀完了之后 你应该分肉给我 要把那个三生 把那肉分给大臣 可是你居然没有 把肉分给我 所以呢 我觉得不受重视 所以让我告老还乡吧 让我告老还乡吧 所以鲁定公就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把肉送过去给你吧 所以后世有人认为 孔子因为分不到肉 分不到祭品的肉 所以生气走了 其实不尽然如此 就因为他在祭祀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 鲁定公 一方面在祭祀祖先 一方面在祭祀上帝的 可是却一方面 眼珠子一直朝着女人身上打转 就觉得作为国君怎么可以那么不庄重 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 这个祭典结束之后呢 周公这个孔子就跟作为的人讲 算了算了以后 鲁国祭天的时候 不要找我了 我也不想看 我也不想看 所以就这么一段话 就这么一段话 说啊 帝智祭冠了王者 吾不亦官之矣 吾不亦官之矣 这件事情呢 就记载在论语里面 辞冠之后呢 孔子在五十六岁 他就展开了 围棋十四年的 这个祭祖列国 所以孔子祭祖列国 有人说是被鲁定公欺诈 因为鲁定公 一方面在祭天 一方面在看女人 所以呢 他不尊重王室 不尊王室 所以当然就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礼乐崩坏 周氏衰微 可能跟鲁柏有脱不了 甘息 各有关系 所以呢 孔子死后 取而代之的 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就是 厉害挂帅 厉害挂帅 那人力礼乐 终究是一场梦 终究是一场梦 所以呢孔子感觉到 当道德规范 当道德规范 当律法规定 不足以 节制 个人的 欲望的时候呢 所以呢 透过《易经》的六四卦 所宣示的神秘主义 透过《易经》六四卦 所宣示的生老病死 或者是天象 或者是灾疫 唯独靠这个 才有办法 节制 国军的权力 才有办法 节制 国军的意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春秋战国时代以后 这个国军 这个国军 对中华 律念完全不顾 完全不顾 国军的命令 甚至在国家 律法之上 所以呢 唯一能够节制 他的力量 就所谓的 阴阳五行 这一套 这个六四卦 这象征 思脑辨死 天灾一象 付出神秘主义的 易经 才有办法 节制 这些有权利人的权利 所以孔子五十岁以后 就开始 学易经 甚至他会易经 作戏词 也不是没有道理 也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礼乐崩坏 跟周氏衰微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 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确实有 他功用在 也就是说 他是为了要 限制 君王无穷的 遗忘 限制 君王无穷的 这种权利 希望能够让人民 生活得更好一点 所产生出来的 一种哲学思想 历来 经过了 几千年的演变 这个变成 我们中华文化当中 非常博大 精深的 天人合一思想 我们今天 蓝天说意 有样学样的 鲁徽宫 就到这里 告个段落 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故事 欢迎帮我们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